这是一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图片 显示出人类是如何从原一路演化到如今的模样 从原始逐渐递进到完美 仿佛是一条不成间断的单一链条 这往往是我们对进化论如何作用于人类简单 但却完全错误的理解 我承认这样的图片对造成我们的误解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或者我现在要让你知道人类的进化过程 根本就不是一条直线 甚至也不是树状的 而是变状的 当然这样的理解过程 科学家们也是花了很多年 才达到的 19世纪初期 进化被认为是定向并且是线性的 生物体会朝着由自身潜在的内在力量决定的方向去进化 这种线性思维给出的结论就是 由于新的物种是由旧的物种进化而来 所以自然存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物种 它应该带有新旧两种物种共同的形态特征 就像是渐变色 一定是融合了前后两种颜色的特征一样 把这个理论放在人类进化身上 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一种半原 半原的中间物种曾经存在过 串联起从原到人这条进化的单一路线 为了验证这样的理论 科学家于是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 去寻找既有人类特征 也有古原特征的这类化石之上 简单来说就是去寻找脑容量够大的古原化石 至于其他在后来看起来极有价值的化石 一概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但遗憾的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 一直找不到这个中间物种的化石证据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它被称为人类进化石中缺失的部分 为了补上这块缺失的拼图 还闹出了一个科学史上相当有名的大骗局 皮尔当仁 以后我们可以想起来说一下 记得关注哦 事实最后证明 这个所谓的缺失的部分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进化不论是从复杂程度 还是从怪异程度上面来看呢 都远远的超出了 只是把一系列不同种类的生物椅子排开 那么简单 我们曾经一厢情愿的 想要去找到这个半圆半圆的中间物种 只不过是被保守的思维给坑了而已 随着像非洲南方古园 印尼早华人 还有中国北京人等 池里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人类学家僵化固执的思维 也开始慢慢融化 尝试接受 也许我们的进化 并不一定是线性 这样一个全新的认识 到了20世纪中叶 更多遍布非洲的化石被发现 线性进化模型 终于被一个更新的模型给替代掉了 这就是系统发育模型 它使用分支数来描述进化论 看起来 我们只不过是位于这棵大树上 其中一只上面的人而已 是的 还有其他几十种的人 跟我们一样 曾经行走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碰巧只是其中 唯一最幸运的一只而已 没有像他们一样走进了死胡同 不得不说 分支数进化模型 相对于原来的线性进化模型 前进了一大步 以至于有一阵子 我们认为这应该就是 人类进化该有的样子了 直到DNA测序技术的出现 在对一些古猿人 比如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 能人等化石里面的DNA测序之后 科学家们发现 人类与这些已经消失了的 近亲之间的关系 简直错综复杂 用树甚至是灌木虫 都不足以表现了 得要用变状流 变状流模型 把人类进化描述为一条河流 这条河会在某些时候 彼此分岔 而这些分岔 却可能在某些时候 又重新挥拢在一起 因此人类的基因 就在这样的分分合合之间 不断交换共享 以基因流的方式 最终交汇到我们身上 从这一点来看 所有的古猿人 都是我们的祖先 他们是人类基因的搬运者 并在这个过程当中 留下了自己基因当中 最优秀的那部分 帮助下一代更加适应环境 最终才能够让我们遍布 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人类真的很不简单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